一整排的相機大炮好壯觀 這些人都是特別來拍攝 珍惜鮑魚類八色鳥的鳥友們 珍貴的八色鳥 現宗桃園大西 吸引許多人來拍照 但為了讓鳥兒安心 求鵝捕育 桃園市野鳥學會 農業局與警方特別張貼公告 並拉起封鎖線 呼籲賞鳥者保持距離 當然會啦 很難拍啊 你看那麼多人在追的耶 很多人都追不到耶 所以說到這時候 你看你要拍這個的話 一大群人有上百個大炮在等 等著拍 因為八色鳥非常的漂亮 有八個顏色很鮮豔 而且它非常不容易拍 所以當我們拍到了 按下快眉的那一刹那 會覺得太開心了 桃園市野鳥學會表示 八色鳥喜歡人鹽稀少 樹林隱秘處 每年四到五月 是牠們求偶遇處的季節 二十三年到九十年之間 石門水庫非常容易聽到 八色鳥的聲音 過去最高有十四隻八色鳥的記錄 但現在只發現兩隻 在台灣的潛山地方 潛山森林的森林系裡面 我們發現到很多的鳥類 牠是逐端的在增長 但唯獨一個例外就八色鳥 牠反而在局區的下降 尤其在新竹以北 牠下降的趨勢更高 下降到50%以上 難得有八色鳥來這邊遇出 我們希望說大家喜歡掌鳥 或是拍鳥的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幫忙 不要在那邊放鳥鷹 更不要餵食 除了呼籲民眾不要打擾 八色鳥棲息 農業局表示 如果侵害八色鳥 將以野生動物保育法開法 最高可拔30萬元 鳥會呼籲不要播放鳥鷹 幼石追拍等干擾行為 也會派駐巡守員 致工維持現場秩序 希望八色鳥 能夠在此順利平安地 繁殖出下一代 記者賴瑋依依陶育報導